那他会放弃台湾牌 不会 因为台湾牌最好用 台湾一定是严丁祭崇 尤其现在民进党政府 几乎没有什么选择 一定唯美马首是这样的 百分之百 川普他不太在乎民主这个价值 他拿着民主 过去台美是建构在民主价值上 但是我看到川普认为 民主人权不值钱 川普跟台湾要保护费 台湾保护费 所以赖清德会不会付 我觉得已经正在付了 除了这个军费之外 你看到华航的这个国会客机 然后呢 关税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都算是保护费 还有半导体产业 这些都是保护费 因此我觉得赖清德一定会付 因为他要维持紧密的台美关系 政治上这个他会管控台独 他绝对不会让台湾这边 以美谋独走向战争 因为他不喜欢战争 对 你要乖乖地缴保护费 你自动要缴的啊 你让我美国人 我不行保护之时 但是我收保护之费 赖清德怎么应付我是不晓得的 但是就川普的角度来看 台湾确实感觉不屑一顾了 他是大生意人 对 他要做大生意 你这个小生意 他哪放在眼里面 没有放在眼里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坦白讲台湾也不必太过于担心 因为你不是什么了 你不是什么 在他的眼中就是大国外交 他是玩大的 玩大的 那他会放弃台湾牌 不会啦 因为台湾牌最好用 台湾一定是严丁计从 尤其现在民进党政府 几乎没有什么选择 一定唯美马首次在 那百分之百的 就看他怎么玩这个牌而已 所以我昨天我想讲 你台湾你今天如果要变成 已经摆脱不了这个命运 对不对 你又不跟大陆这个发展关系 你又不自己不另外找一些筹码 那你一定要变成一张牌 你要把自己变成个好牌 不要变成个烂牌 很多人不是讲 你要变成个棋子 不要变成个弃子 这个倒是要注意一点 对不对 你说要台湾要怎么样 但是你要说美国会放弃台湾 我认为不可能的 不会放弃的 那放弃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就是认为他在台湾 第一个你已经完全 你这个价值已经完全没有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跟大陆方面 交涉的时候 在交涉的时候 面临了很大的挫折 或者是面临了很多的问题 谈不拢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 这个时候他就会玩台湾 他就不会 他就会增加你这个台湾的 这个分量 否则的话 我想这个 你要给政府建议 我是觉得政府 应该现在要把大的形式 要看清楚 整个大形式 我刚才已经讲了 美国的民主 川普他不太在乎民主这个价值 他拿着民主 过去台美是建构在民主价值上 但是我看到川普认为民主人权不值钱 所以以前是民主同盟 现在我看台湾现在要完全要看一个实力 今天就是你自己有多少的实力 你自己有多少的实力 你就讲多少的话 川普是非常现实的 你台湾过去你 你讲一些大话的话 在川普看起来的话 你就是个比肩嘛 就是个比肩 所以我倒是觉得整个的这个 我昨天用句话就是慎谋能断 慎谋能断 以前不是处兵不惊吗 要慎谋能断 现在处兵不惊 台湾老早就不惊了 路上随便问 那根本无所谓的 但最重要 现在台湾要慎谋能断 尤其国安方面 像你是面临一个新的形式 老师你觉得赖庆泽政府 能够慎谋能断 可以改嫌异策吗 我当然希望他如此 因为你看他是执政啊 是不是 我们现在也不要唱衰 未来这四年搞不好到八年 是不是 那你唱衰的话 你在这个土地上 你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只能希望他 能够认清这个时事以后 做出最好的一个 我昨天一直给他建议 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是你要考虑到 因为既然两岸之间 短暂看不出有那个战争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嘛 川普他也不希望打仗 那川普叫你不要打仗 你台湾也不敢去打 说老实话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你要找到一个非战争的一个办法 跟大陆看怎么样能够加强关系 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这个交流这个东西 反而这个时候是对话的好时机啊 最好的时候 你就是加强交流嘛 对不对 两岸只要有交流 只要能够互相来往 他的危险性就降低嘛 你什么都不来往的话 那大家一天到晚耳于我炸 对不对 你又站在一个非常不利的 你今天台湾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状况 不要以为是很有利的 是 因为你不晓得川普什么时候 我刚刚讲了 虽然不放弃这个玩这个台湾牌 但你也不晓得 就像尼克森当年一样嘛 尼克森当年是反共啊 反共了十字军啊 对不对 他劈里啪啦就去大陆去了 你一下子 糊里糊涂就被卖了 对 对不对 而且我一再强调 这个川普啊 刚刚已经讲了 川普他是非常强调个人的外交的 是 他我觉得他一定很有兴趣搞秘密外交 哦 刚刚讲到这个莱特海泽 还有包括他的幕僚长 将来会有一些 我个人认为他这次的用人啊 全部都是他听他的话的 忠诚度低 能不能干无所谓 因为他自己做决定 嗯 因为过去他的经验 上一次经验就是 所有他的幕僚 不是反他的 就跟他过不去的 嗯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忠诚度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嗯 你要晓得 他为什么会当选 在他的眼中啊 是美国人民啊 是他个人的魅力啊 嗯 是他个人魅力啊 他不是 这些包括马斯克的 当然你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嗯 坦白的讲就是 就是他的这个这个 这个 所以川普旋风啊 嗯 对 也不 支持他的人 说老实话 不是 眼中不是什么共和党啊 就是川普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 要回馈的这个对象 是美国人民的 是 是美国人民的 嗯 所以未来 他的权力 我会认为是一个 美国搞不好是 历史上最集中 权力最大的一个 会不会变成一个 獨裁的总统 最大的 哎 我本来不想用用用这句话 不过你先用了 他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独裁 会出现个民主的独裁 你等你等他 因为他他不欠谁 我欠美国人民而已 而且他有全面执政 他有全面执政 这是从来没有 刚刚已经讲了吧 很少有这种状况了 嗯 全面执政 他不是全面执政 而且法律也在手上 嗯 大法官六个 九个人你们 三个人是在提的 嗯 现在是美国三权分立啊 没有一个能够制衡他了 嗯 行政 立法司法 全部在他手上 这很可怕的 是不是 这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 你们将来要研究这个 美国未来的政策 就像我们要研究大陆一样的 你只要看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对他的工作思想 就可以了 真的就可以了 那川普 未来的话 你就看川普 研究川普的 他他他他什么思想我搞不清楚 他老子在变 不确定心太高了 你就要 你就要每天呢 你就要每天去看他 哎 川普他想什么 他做什么 就够了 对 其他的我看都不必了 对我们研究美国政治来讲 会会比较简单 我接下来请教下 如果是这样的不确定性的话 那可能会被交易 可能会被出卖 那在过去 记得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就是包含了习近平跟拜登 在旧金山会的时候 那其实当时习近平就多次的希望 拜登政府能够对于台湾的态度 从不支持台独变成反对台独 但是当时的美方并没有答应 但是现在看到川普上来了 他可能会基于交易的因素或是什么因素 他可能这个部分很快就会答应 首先我都赞成这个春宫的这个讲法 非常支持 有专家赞成 我感到很高兴 川普跟台湾要保护费 台湾保护费赖清德会不会付 我觉得已经正在付了 正在付了 第一个你看到我们的国防预算 其实比去年增加了蛮高的比例 是 在下一个年度来到了六千七百四十亿 占我们的GDP百分之二点五 那川普说要百分之十 那欧布莱恩他的前任的国安顾问 现在也有可能担任薪职媒体奖 对 要说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是二点六兆台币啊 百分之五是一点三兆台币 我们下年度的总预算才三点一兆台币啊 所以百分之十百分之五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 但我觉得在下一年度 赖清德会编到百分之三 或接近百分之三 那就是再往八千亿的方向走 所以继续往上升高 对 因为现在六千四百七十亿 已经占我们整个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二十点五了 所以相当高 那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也卖一些这个大型的武器 F16啊 M1坦克啊 那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太主张所谓的不对称作战 所以我们不知道第二任的时候呢 他会拿一些项目 那我觉得在三个层 除了这个军费之外 你看到华航的这个客机啊 然后呢 关税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都算是保护费 还有半导体产业 这些都是保护费 因此他 我觉得赖清德一定会付 因为他要维持紧密的台美关系 尤其不管是他的联任 还是他的台独议程 他都以这个为主 如果台美关系不好的话 其实他很难再推 台湾内部对他的这个支持 那以及抗拒两岸关系的就是说 这个这个就是说发展 那我觉得在三个层面 安全经济跟政治 安全我们刚刚讲了 那但是呢 你给保护费他会保护你吗 那川普自己讲啊 美国距离台湾9500英里 而跟两岸之间只有65英里 那他后面那一段话 其实大家都忘记 他他意思说 他说中国可以 就直接打这么大的土地 他的意思说 他说我的意思 他可以直接打炮弹就好了 嗯 这什么意思 这说我不是不保护 我是无法保护 不容易保护 他话讲得好清楚 那经济层面呢 我想这个半导体业 那可能会加强的加速的前往美国去 但能不能制造 能不能产生多少效果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政治人而言 他达到这个目标就好 他可以用这个利诱的 像拜登就用利诱的 他也可以用威胁的 接下来川普会加大 这个方面的威胁 那你看这个关税 我们台湾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 那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来到 将近有四百亿美元 所以呢 他说这个百分之十 我觉得一定会有 这里面台湾大概有不到一半的 诸美产品是非科技产品 非科技产品的话 就这个还是要克关税 大概平均2%左右 这个2%变了8% 那你觉得台湾敢去反制他吗 敢去报复美国 对我们的高关税变成10%了 我们也克美国的关税10%吗 像中国大陆那样子 蓝星德绝对不敢 因为他要付保护费 然后第三个 就回答你刚刚问的 政治上 这个他会管控台独 他绝对不会让 台湾这边以美谋独走向战争 因为他不喜欢战争 对 那他对代理战争的态度呢 我觉得是模糊的 代理战争其实是个大战略 代理战争不一定 马上等于战争 代理战争是一种压力 是一种冲突 甚至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筹码 所以呢 他未来在跟大陆之间 可不可能台湾 会变成一个政治上的筹码 当然一定会 那只不过大陆 会不会去接受而已 那你说会不会这个 讲反对台独 当他讲反对台独的时候 就已经把台湾当中筹码了 而且就已经开始在喊架了 所以 因为美国现在拜登政府 已经说的是不支持台独 一直以来都说不支持台独 但都没有公开的说太多次 领导人拜登自己本身 我没有听他说过 都底下人说的 所以我是觉得当如果 对台独的议题 他会管控 因为他担心会被签的 这个走向冲突 所以我是觉得在政治面 反而管控台独 以及某种程度的政治的筹码的 这种角色 可能还是难以避免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周老师 因为刚刚提到就是说 川普可能会管控台独这个部分 那刚刚您跟这个赵老师也提到说 其实现在这个时机点 反而是赖政府最好 跟中国大陆对话对谈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机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主动的 但如果有没有可能是被动的 比如说川普 我们预判一下 川普希望两岸之间 坐下来对谈 为了一些经济的利益也好 或为了他自己本身 美国的利益也好 希望赖清德政府 跟对方好好的来坐下来谈 有没有可能这个 我认为川普根本不把赖清德 要做什么放在心上 最近你听川普在演讲的时候 他说乌克兰 他说乌克兰要付费 乌克兰没有付费 如果乌克兰不付费的话 Russia can do whatever they want 没有付到GDP的百分之十的话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我讲了很多很多的国家 可能都会害怕 尤其台湾赖清德会害怕 我必须要讲 其实台湾能够保护到自己最大 最大安全的方式 尤其跟美国保持这种关系的话 是跟大陆的关系要做好 而不是说我以美完全靠 美国人来保护 美国人不会保护你的嘛 现在美国又有另外一派的声音 讲得非常清楚 你美国人跟中国人建交的时候 不是签了三个公报吗 你讲得很清楚嘛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只有一个中国 这是你美国人在全世界都讲的话 那你今天在支持台湾 你支持的是什么 只有一个理由 人权跟民主 那人权跟民主现在在民进党执政下 你告诉我讲 他是不是真的有嘛 那这是不是真正美国 可以去跟中国大陆去对抗 最重要的理由不是嘛 好 那接下来就讲 川普是个生意人 You have to pay 好 那从这个生意人的角度来讲 台湾人能够付多少钱给美国人 对美国人来讲不重要 你要如果要我介入这个战争 我美国人要花多少钱 你台湾付得起吗 你当然第一个付不 第二个你要乖乖地缴保护费 你自动要缴的啊 你让我美国人 我不行保护之实 但是我收保护之费 我可不可以做 我可以做嘛 所以川普很开心嘛 你又听话 因为你要拿我美国人 来压制大陆 对台湾的所有的方式 所以我美国人就是你的老大 你完全要听我的话 你不乖都不行嘛 所以我干嘛考虑你的想法 考虑你的做法 所以我回过头来讲 民进党最聪明的方法 就是跟大陆 开始交流 然后贸易打开大门 然后所有的合作 开始一起做 这是最聪明的方法 为什么 当你也有底气 你也站起来了 那美国人讲说 你还是很好 对我有缴保护费 但是我对你会绝对的尊重 对不对 对 那你要利用台湾作为 对大陆的一个棋子 当我美国人利用不到的时候 我会心痒痒的 我会一定要逼迫你就范 我要给你好处嘛 这个就是一个策略嘛 所以最聪明现在民进党策略 就是台湾的未来 台湾安全在大陆 因为大陆现在想法是什么 大陆的安全跟大陆的未来在世界 那我的结论是 中国人的未来在中国 所以賴清德想清楚 民进党想清楚 最后两分钟 我请赵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结论 现在才刚开始啊 川普又很难下结论 我刚才讲 很难预判啊 现在真的是形势在变 是 美国的选举结果 过程让我们认为 他是一个典范转移 而且这个典范转移 美国还是会影响整个世界 所以整个世界国际政治 我认为也正处在典范转移当中 传统的联盟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敌人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要重新 都要来用新的思维来参考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新闻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彈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KS Royal Face 银值逆时奇迹 国附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